你好,我是杰,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相信你已经听说过很多离奇失踪的案件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在海滩诡异现身的神秘人 70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由于实在找不到线索 官方调查机构甚至有史以来 第一次将本该属于机密的男子身体照片通过电视公布于中 这场动员全国的探查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该案件甚至被收录在斯蒂芬金的小说中 成为灵感的来源 这就是萨姆顿海滩神秘人事件 1948年11月30日傍晚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萨姆顿海滩 天空一片湛蓝 夕阳铺满在沙滩上 一位名为约翰·莱安斯的珠宝商和妻子一起在萨姆顿海滩散步 他们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一名男子坐在一块石头后面 这名男子的着装首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的穿着十分正式 一般人是不会穿这么正式的衣服来到海滩散步的 此时正值11月底 正是澳大利亚的夏季 天气已经开始有些炎热了 而这名男子却穿着长衣和长裤 约翰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他注意到 这名男子胳膊抬起了一下 似乎是正在点焰 从动作来看 好像是喝醉的 姿势有些僵硬 约翰想着这人可能是工作不太顺心 喝完酒就跑到了沙滩上吧 于是他们并没有在意 静止从男子身边走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6点半 约翰出门沉宁 在经过萨姆顿海滩时 他又看到了这名男子 奇怪的是 这名男子和昨晚一样 依旧坐在那个地方 还是昨晚那个姿势 这令约翰感觉有些奇怪 怎么这个时候了 还不回家呢 他走过去仔细查看 这才发现事情的恐怖性 看着这人灰白的脸色 昨晚那根烟掉在地上 并没有点燃 他悄悄伸出手指 去试探他的呼吸 果不其然 男子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赶忙去了警察局报了案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调查警官杰克在街道报案后 很快赶到了现场 在观察后 杰克发现 男子的姿势十分怪异 头顶着海滴 脚朝着大海 半躺在沙滩上 身穿正衫 打着领带 外面还穿着一件 时髦的双排扣 棕色夹克 皮鞋光亮 头上没有戴帽子 杰克初步推测 男人很可能不是当地人 因为大家普遍都会戴帽子 不然的话 则会显得格格不入 并且从面部特征来看 并不像澳大利亚人 反而有点像东欧地区的 男人身上没有眼见的外伤 现场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因此法医给到杰克的初步判断是 中毒 之后 他们就分成两个方向进行探查 法医继续对男子的身亡原因进行检测 而杰克则带着一部分警员 对男子的身份进行调查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确认男子的身份 首先杰克排查了他的随身物品 然而在探查过程中 杰克不仅没有成功确认身份 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案件走向了一个更加神秘的道路 第一个可疑的地方 就是证明男子身上所穿的衣服 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 所有衣服的标签都被撕掉了 杰克本身是可以理解这种情况的 因为此时他们正处于战后分配阶段 每个人获得的物资都有限 很难有人能够拥有自己的衣服 因此大部分人都会在属于 自己的衣服内部标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男子买的是二手衣服的话 将带有别人名字的标签剪掉也说得通 其次呢 杰克在他的衣服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去往阿德莱德的公交车票 以及一张没有使用的去往亨利海滩的火车票 还有一条开过的口香糖 一把梳子和一盒火柴 除了这些唯独没有钱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 警方发布了任令歧视 提取指纹等手段 但是都没能调查出男子的身份 杰克失望不已 想到这桩案件就会像其他的无头命案一样 被尘封在档案库里 但他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就出现了一场变故 让整个案件调查有了新的转机 1949年1月14日 杰克在阿德莱德火车站 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 那个不明男子的手提箱 根据车站记录 这个手提箱在车站寄存了很长时间 但是一直都没有人来领取 后来在车站调查的时候 这个手提箱就引起了其他警员的注意 杰克发现 手提箱的标签也一样被撕掉了 这点符合那个男子的特征 另外从车站的记录来看 手提箱的寄存时间是11月30日 也就是男子被发现遇难的前一天 从这两点来看 基本就可以确定是这名男子的箱子 杰克在手提箱内发现了一件红格子睡衣 一双拖鞋 一条浅棕色裤子 四条内裤 一把电弓螺丝刀 一把参刀 一把剪刀 还有剪刀 还有剃须用品的 让他十分失望的是 手提箱里衣服的标签也被剪掉了 不过紧接着 杰克就发现 手提箱里的洗衣袋上 印了一个TGN的身份标签 难道这就是男子的真实姓名吗 杰克赶忙对当地的居民身份进行调查 但始终没有找到与这一姓名相符合的失踪人口 无奈之下 杰克意识到警方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们必须借助公众力量 或许能够确认男子的身份 之后 杰克将他们目前调查到的线索公布了出来 并且在电视上刊登了这一新闻 企图通过民众得知更多信息 与此同时呢 警方对男子随身物品的探查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案发四个月后 杰克在男子的腰带上发现了一个秘密口袋 这个口袋做得很隐蔽 在此前的搜查中并未被发现 里面有一张卷起来的纸 像是从某本书上撕下来的 上面用独特的字体打印着 TAMAMSHUD字眼 这属于波斯文的音译 翻译后的意思为 It's ended 也就是结束了 经过调查 这张纸来源于一本叫做《鲁拜集的诗歌集》 作者为波斯诗人欧马尔·海亚姆 该版本为1941年 在新西兰基督城出版的英文译本 翻译者为英国诗人爱德华·费兹杰罗 当然杰克一筹莫展的是 这个书的版本十分特别 是第七版 现在已经绝版了 凭借警方的力量 他们未能找到这本书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这样一直将遗体拖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警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将遗体安葬 为了后续的调查有线索依据 杰克按照男子的模样 做了一个石膏想 在进行防腐处理后 便将男子给埋葬了 在向群众公布完线索的一段时间后 一个关键证物的出现 再次让整个案件的局势明朗了起来 1949年7月 一位男子走进阿德莱德警察局 手里拿着一本卢拜吉 他说不知道是谁 把这本书放在了他的车里 而他的车之前就停在萨木段海滩 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便过来了 调查警官杰克发现 这本书的一页果然被撕掉了 通过微观分析后 发现这本书与藏在男子秘密口袋里的纸 是匹配的 男子秘密口袋里的那张纸 正是从这本书中撕下来的 伴随着这本书的出现 案件的一个个疑点也彻底呈现了出来 首先根据法医的检测结果 男子的身亡原因始终是个谜 他的胃 肝 皮 肠 脑 都有不同程度的充血 皮脏严重肿胀 达到正常人的三倍 口鼻处没有沙子 手指有部分轻微的擦伤 内人疑惑的是 法医并没有在遗体中检测到毒物 只发现男子在离世前三至四小时吃过肉饼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 对于毒员并没有查明 后来阿德莱德大学生理学和药理学教授 希克斯在进行测试后 认为男子可能死于一种强力毒药 这种毒药并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 若使用该毒药通常会引起呕吐 但在案发现场的海滩附近 并没有发现任何额突兀 并且男子的皮鞋鞋底十分干净 不像是穿着鞋踩过沙滩的样子 因此可以推测 他是被人拖到沙滩上的 因此沙滩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那对目击者夫妇 看到该男子曾举起过右笔 极有可能是其在做最后的挣扎与求救 第二个疑点 则是那本书籍上奇怪的代码和电话号码 书的背面有几行铅笔写的大写字母 其中第二行字母被划去 看起来像是改过后重写在第四行 密码专家试图破解魏国后 澳大利亚国防部认为 他们很可能是穿复杂的密码 或者仅仅是无意义的涂鸦 其后就是两个可以拨通的电话号码 经过查询 其中一个来自银行 另一个也是本地号码 号码登记的地址 离男子被发现地点仅400米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线索 电话的所有人叫杰西卡·汤姆森 是一名护士 然而当杰克找到他询问情况的时候 他说他并不认识这个人 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电话号码的 这名护士看上去并不是很配合 而且说话也含糊其词 有故意回避的迹象 重点是 当他看到男子的石膏像是 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 甚至快晕倒在地 并且拒绝在看那个石膏像 后来杰西卡向警方称 自己傲战期间 为某家医院工作的时候 把一本鲁拜吉送给了一位名叫 阿尔弗雷德·伯克夏尔的陆军中尉 难道离世的男子就是这个中尉吗 杰克欣喜不已 他们以为终于能够确定男子的身份 但事实并非如此 伯克夏尔在看到新闻后 主动找到警方 还带着一本当时杰西卡送给自己的鲁拜吉 但是这本鲁拜吉完好无损 并不是被撕下纸条的那一本 真的我有这种巧合吗 刚好两个人拿到的都是第七版 并且都和这个护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杰克感到毛骨悚完的是第三个疑点 阿德莱德大学解剖学教授 马西耶·亨利伯格认为 男子的耳朵结构十分特别 他的耳甲挺比耳甲枪要大 而大多数人则正好相反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只有1%至2%的白人拥有这个特征 另一名牙科专家指出 该男子患有具有遗传特性的先天性无耻症 这是一种少见的基因病 无巧不成书 在警方调查扩证中 那名护士杰西卡的大儿子 罗宾·汤姆森 也发现同样拥有这两种特征 较大的奥家庭和先天性无耻症 出现这种巧合的概率 大约只有千万分之一 杰西卡和男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会不会大儿子罗宾 是这名男子和杰西卡所生的呢 尽管警方发现了众多巧合和疑点 但遗憾的是 由于案件发生时 保存和辨别证据的技术都还不成熟 当年许多证据都在时代变迁中遗失了 那本关键的诗集证物 也遭到了破损 2007年 杰西卡去世了 最关键的证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此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了 而对案件真相的猜测 从来没有停息过 杰克在综合各方面证据后 也隐约得出了一个推测 当年离世的男子很可能是苏联的间谍 与杰西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人很可能是战友或者是夫妻关系 在利用价值已经结束或者事情败露的情况下 证明苏联间谍被人灭苦 而之后杰西卡女儿的采访也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 2014年 杰西卡的女儿凯特·汤姆森 接受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她认为母亲应该认识萨姆段海滩男子 她说 我的母亲是一位警察 而那个人的身份高于警察 凯特·汤姆森在节目中透露 她觉得母亲和神秘人都是间谍 母亲热衷于教授移民英语 并且精通俄语 但是她从未告诉过女儿 自己在哪学习的俄语 以及为什么学习俄语 直到今天 萨姆段海滩上神秘男子的身份和死因 仍然是一个谜 如果她真的是被人下毒的 那么凶手为什么这样做 下的又是什么毒 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未解之谜 这充满谜团的故事 也为小说家提供了绝佳素材 斯蒂芬金的小说 《克罗拉多男孩》 就讲了一个神秘男子在海边的故事 灵感正是来自这个案件 时至今日 案件已经完全尘封在历史中 我们只能期待着 或许随着时间的发展 会有新的政务出现 来彻底解开这个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